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风老师 风老师频道 跟您分享真实可靠的 跟新加坡有关的知识和资讯 今天是一个新加坡的重大的节日 叫开斋节 哈瑞拉亚扑萨 接这个机会呢 也就是马来人过年 就是为了庆祝斋戒 约九月的结束 回历的九月的结束 这是回历的十月一日 所以是马来人的 等于马来人过年吧 按照新加坡华人的说法 虽然新加坡呢 有很多种族 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所以这个在选择公务假期方面 非常的谨慎 咱们一共有多少公务假期呢 一年当中应该有十二十一个 是一个就反动了新加坡国家的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 这个包括农历新年 魏塞节 佛教的 开斋节 伊斯兰教的 图腰节 印度教的 然后呢 基督教的 有这个圣诞节和耶稣圣诞日 然后呢 这个华人的这个新年 然后元旦 大概大概国庆节 大概大概来 旅一下新加坡都有哪些公务假日啊 那么月一号对吧 元旦就是第一 元旦 通常元旦之后呢 就是农历的这个新年是吧 过年 所以过年呢 会有两天三天的假 所以说是大概就是多了这个 四天了 对吧 然后呢 出一串放假 其实两天 然后之后呢 是这个 基本上讲是会在耶稣圣诞日啊 这个是个Good Friday 会在开斋节之前 所以过了元旦 过了农历新年呢 就是这个 通常就是Good Friday 这个有 以前的 假期 然后之后就开始开斋节了 是吧 这个哈瑞拉亚 今天就是开斋节 你会看到很多马来同胞 穿的非常的传统服装 穿的非常的盛装出来啊 这个之后呢 五一劳动节 这个是有很多假日 然后是 魏赛节和哈治节 通常是魏赛节的前面 因为这都是根据 农历或者回力来算的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魏赛节 在新加坡和国内不太一样啊 国内是说这个 呃 佛弹呢 是四月初八啊 四月初八这才诞生的 大魔力是吧 但魏赛节呢 是按照南传佛教的说法 南传佛教是说是四月十五 所以四月十五 呃 通常会说在六月吧 应该 农历的四月十五 六月或者六月底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是 农历的四月十五 然后之后就是 哈治节 哈治节呢 十一四年后的节日 是回力的十二月十号 啊 通常在六月或者七月初 嘛 是纪念他们的先知啊 这个炫祭他的儿子 这个伊布拉西纳宣迹他的儿子 然后呢是八月九号 新加坡的国庆节 八月九号 新加坡的国庆节 然后呢 图腰节 图腰节是印度的 呃 今年这个 呃 罗魔打败了这个恶魔 呃 罗伯纳 所以这个图腰 图腰节 然后圣诞节了 耶稣基督的诞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工作假日 啊这个鱼鱼里的话 按照今年的税区就是 元旦 然后过年啊 然后 Good Friday 然后开斋节 开斋节 哈利拉亚扑萨 劳动节 魏赛节 魏赛节啊 哈支节 哈利拉亚哈支 然后国庆 然后图腰节 哈瑞 这个叫迪帕瓦里 迪帕瓦里 然后圣诞节 Christmas 所以说这是新加坡的公共假日啊 欢迎订阅的新老新加坡 风老师 频道 牛管频道 Doc from Singapore 为您提供真实可靠的 关于新加坡的支持和资讯 那么同时风老师有其他的内容 科普 文化 等等 拜拜 再见 感谢 感谢观看